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今天我們想要去拜訪觀眾的島嶼 今天我們拜訪的是 那種自然風的島嶼 聽說這個島嶼有些遊戲可以玩 那我們出發囉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這樣我們終於抵達了這個島嶼 哈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島嶼的地圖 這個島嶼有 有胡拉拉有捷克 牛奶糖 莫妮卡百合 美玲奧莉耳光 碧安卡 跟史培亞 島明日文啊不會念啦 我們就去參觀囉 島主告訴我說它是自然風的島嶼 很多島嶼都是自然風啊 可是它這島嶼超可愛的啊 超可愛的島欸 很高興過來這邊 來參觀一下 自然風自然風 我今天也穿得好像小王子一樣 童話的感覺 島上有找伊布進化型的遊戲 我一看就知道 島主是寶可夢迷 伊布超可愛的 可是我在玩寶可夢的時候 沒有找到伊布 地上 完了完了 我不知道伊布到底什麼是進化型欸 等一下看得辦吧 這邊是什麼 一個占卜的地方嗎 有個小矮人要幫你占卜 他說占卜區 有太陽伊布 然後這邊也有進化的伊布嗎 仙子伊布 然後這邊也有進化的伊布嗎 仙子伊布 喔 島主要告訴我說 這邊也有另外一個進化的伊布啦 哈哈 知道了 看到了 喔 這邊又是另外一個伊布 我看到了 這邊這邊是另外一區 喔 這邊有另外一個伊布 這邊是一個放鬆的地方 可以坐在這邊跟朋友 一起休息一下 喔說這是養蜂場 喔 當然 那邊有養蜂屋 然後那邊還有蜂巢 旁邊那是打蜂蜜牛奶嗎 接下來是 餐廳區嗎 戶外餐廳 藍色的咖啡壺好特別喔 好可愛 我怎麼沒有看過這個 喔說那是媽媽送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接下來這個地方應該是溫泉區 這邊是海邊溫泉啦 有日式的溫泉 又有露天的溫泉 很開心可以去大家的島 看到很多不同的島民 然後看到大家的島的布置 這邊是商店街 感謝島主介紹 下面呢 遊樂區 充飾泳池啊 咖啡杯 旋轉咖啡杯 還有些電動 棉花糖把它開起來 好可愛 這樣蠻可愛的吧 整個場景啊 後面熊啊 木馬啊 這樣子 然後我們逛這一區 放些雕像 然後還是超多花的 藍色的花跟粉紅色的花 放在一起超漂亮的 這邊是樂團演奏區啊 可以彈電子琴 打鼓什麼的 如果朋友來島上玩的話 然後是一座斜橋 好像明信片一樣 然後這邊是他的露營區 露營地喔 一定要有營火啦 沒錯沒錯 島主的露營地也不適合 超棒的 後面就有很多樹 有露營地的感覺 前面還可以烤披薩 原木家具 沒錯沒錯 這邊是戶外的辦公室嗎 還是圖書館 森林圖書館 知道了 這椅子原來可以坐上去 不能搖而已 接下來這邊是他的遊樂園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配色 感覺就是蠻正式的感覺 可能是 他的路燈啊 的顏色 也可能是他溜滑梯的黑色的 感覺他的 遊樂園比較沉穩一點 這邊就是好多好多 婚禮時候拿到的東西 拿到的道具 放在海灘這邊 海灘婚禮 這邊島主設計這個帽子 超可愛的 好想帶喔 這個啊 這邊應該是島主的房子啦 農場封的家 一開始怎麼就有個DIY工作台在這邊 無法進入耶 島主 那島主家一樓是一個餐廳 是嗎?應該是一個餐廳吧 有switch啊 在這個地方 可以玩switch 還可以玩一些足球 撞球 這音樂不知道是什麼音樂 等一下問一下島主 超可愛的 然後是一個日式的房間 然後有配合放的那種日式的音樂 這個好像文字燒的房間喔 朋友 朋友到我們家 到日式的房間泡一泡茶 然後我們到這個房間 這是可愛的房間 到人家房間躺到床上 這個房間 那這個房間是廚房 還有餐廳 我覺得蠻家居的啦 冰箱可以打開來了嗎 裡面是什麼 偷看一下吧 樓上是 海底世界的感覺 哇這地板還有這個壁紙 太棒了 仔細看起來的話 那個魚還會冒泡泡欸 動態的壁紙啊 這個是最近收集的嗎 不管有開燈還是沒有開燈 都超漂亮的 那這是最後一個房間 最後一個房間 是音樂的房間 放好多好多的樂器 在這邊演奏音樂啦 那這就是這一集的動物森 我會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要我去參觀你的島的話 這個影片下面喔 有我粉絲團的連結 那大家可以透過粉絲團聯絡我 我很願意去大家的島上面參觀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